你好,财经揭露啊,喂,大家好啊 这部片出现是5月31号,那就是我们讲美股的 今早有一节讲讲港股了,再讲美股 江智遥,那怎么看啊?这个债务上限,谈好了 很老实这么说,港股那边就是很有担心 美股那边就是淡有而担心,OK? 那今天我看到有个大哥出来讲话 呀呼财经,何智遥麻烦你 做好准备,商品大王罗杰斯警告 有新资年最造高的熊市张智 建议投资者用这几招生存下去 是啊,何智多麻烦到下面 继续到下面了 罗杰斯预料,所有市场将会出现问题 包括房地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 虽然他未有描写是什么问题 但指出必须学会套现或沽空 才能将盗户的危机中生存下来 韩智遥,我们跟罗杰斯相不相关? 其实我们不相关的 这么久以来都是讲讲的 我刚才说,为淡友而担心 罗杰斯,何智遥,以他的级数来说 他像销售多些 对不对? 对不对? 嗯 当我去google找一下这个古坛神灯的时候 当然沈振營的照片是最多的 这个我们是不认同的 他不是很神灯的 但是我自己心目中来说 罗杰斯都是半只灯来的 这是我个人 就是干治愈没什么料到的 所以觉得他是半只灯来的 他这个时候讲这样的东西 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为好友而担心呢? 为美股的淡友而担心呢? 他叫你沽所有东西买,拿现金 然后还要缩售啊,哈哈 其实沽空很危险啊 沽空很危险 当然很多人的心目中 都觉得美国的市场有问题啦 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有问题啦 股票市场有问题啦 债券市场有问题啦 货币市场有问题啦 这些全部我和你都是认同的 不过似乎现在的图片 你说他明天会爆煲这件事呢? 我们真的不敢有任何的意见啦 因为实在是市场里面 我们感觉到很大的力量在里面 不过那个方向是怎样呢? 还有那个方向短期内 即是未来的方向 即是既然市场力量这么大的 买错了很容易脏身在里面的喔 加上不少人打开口牌喔 现在 这个是可疑的喔 所以 所以 这些问题所有的都存在 真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 熊市可能在前面 但是真是明天后日 一个月后 好 如果在这个时候 缩售的话 可能 先被人夹了才会出现喔 真的 那 黄智光 看看今天美股什么环境 我们用回 我们第一节用的图啦 是 其实呢 我们做节目那一刻呢 其实跌幅 升幅不是差很远 譬如说你看到杜瓊斯指数 这道show 跌了114点 但是我做节目 即是这一刻来说 跌多一点点就是166 不是差很多 接着呢 NASDAQ说 升了82点 那边呢 我现在看到就升了52 少了一点 那又不是没有改变的方向 S&P 他就说升6.9 我现在看到跌了3点 等于没有升跌 嗯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 也挺有代表性的了 嗯 今晚债务上限OK 那跟着 跟着呢 就 就 股市就是这样 各别股份 其实我见过 标过上去 嗯 那我们看看 美国最活跃的 NASDAQ那边的股票 OK 我开始看到又是NVDA 是NV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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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6% 又继续升啊 是 是啦 这场戏 我想 我想 就是未必会一直这样 一枝箭 那样 一枝箭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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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未必的 但似乎 那样 原来这个波琴历史高位,这个波琴几次泡沫连过都有份出现 另外Apple就五十二周高位,终于都轮到它了 跟着下面台积电就没跌,跟着Adobe就三月高位 其他sector不是做得那么好,就是一半红一半蓝 你看到现在都是用一只伟大的英伟达去顶着它 最终会不会这个AI的炒蜜风气能够吹起旁边左右的垃圾呢? 这个是拭目以待,我不敢说会或者不敢说 重点来的,垃圾都吹得起的话,迟早吹起我们港股的 所以好事来的,我们继续努力观察 那我们看看今晚,何智光看一看那些金、油那些慢慢来的 那我照说,现在的金呢,就是1960 即是不够2000元啦,跌穿2000元都很久了 没错没错没错 那另外呢,这个油呢,就,WTI跌穿70元,69.5元 我这一刻来说,今天跌了30%,3点多的啊 那就是说,它%4点多的啊,那跟着,英国布兰特,就是73.8元 都是跌了3元啦,大家两边的幅度一样啊 那但是,这样是不是就是炒衰退啊? 是啊 但是炒衰退,它又是科技股晚胜啊,那怎么呢? 炒衰退,你这帮博士急读这么多书啊,真的是不是? 不需要跟你讲道理的啦,那些东西 读得书那些照本书落order,就夹到你妈妈都认不到 你还是做基金经理咧,就是整只大水鱼到处走啊 真是带着人家的钱是不是? 那,杂无赛啊,哎,真是 那,那我今晚呢,其实呢,会不会是战务上限OK了 所以未然呢,就走回高点啊,那我们看回有的团团啊,BNO啊 OK 那,BNO其实又回到危险境地啊,就是低位那里 那这个BNO是有的ETF啦,嗯 那,贴着25元呢,已经试过两次了,已经 这次又试啦,那就看一下三底而破啊,还是怎样呢 那,所以值得留意的,这个啊 对啊, 25元就是那个基金项目来的,就是ETF项目来的 那,但是,扔铃盈innen 没有, 那Ồ 可能有拖低它,这铜稍微低,令它又贴近低位,22元23元 很贴近低位,会不会刺穿呢? 如果刺穿,美帝又成功打击通胀 今晚的农产品,个别农产品都看得多 另外一个,就是澳洲子,其实我拿过一堆非美货币 和美国好朋友那些货币其实都偏弱 好像澳洲子那样试回去年头的低位 会不会是和资源有关呢? 因为澳洲都是买铁矿石啦,但是铁矿石的价格是不是倒下了? 所以它不行呢? 是的,那这些国家的货币也有1%的 那这些国家的货币也有跌了,那在美元的上币呢? 那在那个金融市场那里正在发工啊 那,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日英,哇,香港人 日英好弱,我见过140啦 现在跌不到140那样多,但是139.7都很差啦 我还想过他这样啊,幸好我没买一只日圆 真的135那些位置都应该输不了的嘛 如果他要死的话,现在那只不死的耶稣 就是说美元不死的耶稣 欧元没日圆跌得那么急的 会不会美帝一个电话打去就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呢? 有些事情谈了 是的,一起来呢? 如果这样发功发的话,就是很干扰的市场啊 真是如果照他债务上限,又这样那样去看美元,看美国资产的话 真是被他打到妈妈都应不得了 那我们看另一幅画啊,这也是的,QQQ 两幅画,上面QQQ,你看到,抛到很高了,OK? 我们之前在不断说了,说了两个月了 就是说QQQ打横走,但反向ETF开始跌, 跌到双黄淡中,就算它打横走也双黄淡中, 下面是很出名的叫SQQQ,三倍杠杆的看淡科技股指数 你见到是灾难,黄色圈开头是三年前, 理论上来说现在QQQ都没有升上去之前那些价格, 但是SQQQ就跌穿了,黄圈那里是30至50元, 现在是报22.2,即是说你以前怎样买法都好, 你现在都是在输钱,还是大输那只, 那个世话都给我听,就是真的淡有不料的这一仗, 而且如果这个衍生工具你输成这样,很难翻身, 不敢估它吗,是不是才输这么多,怎么估呢, 所以,很惨烈啊,何志哥,这个SQQQ, 其实今年高位是60元,现在只有22元,只有30% 不,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啊, 一个货币,GPT,吹水,年头吹到现在, 这样就吹回三只,Lestad,哎,真是,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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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怎么估的, 不过就没得估的, 一向这些科幻估,一个概念就吹上去, 二十年前都是这样的了, 是啊,你只能够一样东西就是,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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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即是,当要买一样东西是要买跌的时候呢, 你真是要好三思咯, 啊,这样东西仍然保守点,好点的, 即是买升, 下,你,你,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 你这个直播率高啦,比较,下, 那你可以,好彩给你一元买进去, 两元出嘛,但是,你, 你,你是用衍生工具沽它的时候, 你一不顺手呢,就,就,就输得很惨啦, 所以,所以,比较专业一点的, 就一定是,你说它蛇龜也好, 你说它没鬼用也好, 定了个位置,一不想什么事不行, 就即剪啦,多少都很即剪, 那,那之后有一段时间, 输得两次不行的, 那一段时间就直接墙都不进了, 就好像我现在,我现在这样, 就是,半年前都还会, 还会用一些, 反向ETF对冲下,这样, 那输过两次呢, 就,直接想都不想这样东西, 因为,因为, 虽然很吸引的,好像, 哇,美股会强一些, 好像很吸引的, 但是,真的,真的不对劳啊, 那样东西啊, 那,输少两餐, 煩少点好过,真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都是,都是AI概念嘛, 是, 但是,是不是真的在一个, 这么, 恶断的环境, 真的, 炒开一个科技狂潮呢, 那样, 那样, 那样,那样, 那样,那你, 那你去决定啦, 那,总之, 没有投资意见啦, 那我们就, 真是, 这些, 那,真是, 为何港股会弄成这样, 那么惨, 美股又弄过这样的狂潮出来, 对不对, 那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 那大家, 起心一些, 慢慢观察啦, 看得通, 啊, 就, 有钱赚, OK? 好, 好, 拜拜,